100個人裡面只有9個人拿到藥 那你等於是讓91個人進入那個可能變成中重症 有這個風險啊 他不是站在搶救生命的角度 他是站在總體管制使用量的角度 你那一天投6000個 兩個月就沒啦 他不是說我們這兩個月疫情就差不多了嗎 嗯 那你這兩個月不趕快投怎麼辦呢 阿中不是講說 防疫防的好不好是根據中重症跟死亡的比例嗎 欸對 這是他自己講的 他自己講的 我就算到今天 重症的死亡率是78% 中重症的死亡率是19.7% 你來看今天 今天都已經是改善過了 今天我們的確診是8萬2000多嘛 我們今天還是經過大家罵罵罵 然後他就放鬆頭藥對不對 所以今天Paslovy到了5000多嘛 那莫魯皮拉尾到1500左右嘛 那這樣算一算是9% 那等於就是 100個人裡面只有9個人拿到藥 那你等於是讓91個人又 進入那個可能變成中重症 有這個風險啦 對嘛 有這個風險 那我就一直想不通啊 就是說欸奇怪 你不是應該要加大投藥 然後讓你的中重症下來 放寬投藥限制 那死亡率當然就會因為這樣下來嘛 不是嗎 有人就說欸你看我們網友水平很高啊 他說要投到20%啊 因為Paslovy就是要在一確診初期有症狀的時候趕快投藥 你前五天先投藥至少不會讓他轉入中重症 他的觀點就不是這樣嘛 他不是站在救命搶救生命的角度嘛 他是站在總體管制使用量的角度嘛 我們今天又不是說欸找到一個東西我就打你民進黨 防疫指揮中心負責藥的控管跟開藥的方式的時候 我們希望是開放下去 讓各地方診所不但有藥 而且能夠開藥 而且能夠手鬆一點大把的 因為你就用這樣算嘛 Paslovy 70萬對不對 對 你他媽一天投6000個 一個月才18萬欸 兩個月就沒啦 他不是說我們這兩個月疫情就差不多了嗎 那你這兩個月不趕快投怎麼辦呢 那他是因為又怕不會到貨嗎 我們台灣就是權力有兩個東西沒有下放 一個是PCR 機診診所能做PCR嗎 只有一些非常少 最好指定了嘛 治療用藥 大部分的機診所小的都不能用嘛 都不能 他是最近才開始放嘛 你就是一個由上而下的一個治療體系嘛 所以權力才會抓得很緊 然後後來發現大家急著要 都點太少 所以他就開始放放 由上而下放嘛 其實也有別的折衷方案 我只是當初可能台灣政府又省錢 那你就跟人家買授權計轉嘛 人家如果願意計轉給你 為什麼不做 我不知道啊 我也不明白 所以我們現在一定要進口 我們沒有計轉啊 對嘛 而現在的問題是 輝瑞的產量有可能不夠 他說一年只能生產一億兩千萬劑啊 如果全世界都有大量需求的話 很有可能會不夠啊 那我們現在回頭看就表示 我們其實沒有做好準備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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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